Ai龙头晶片大厂 回答周三公布的Q1财报表现傲人 上级营收和获利双双超出预期 回答Q1的营收 较去年同期飙升262% 来到260.4亿美元 超越原先预估的246.5亿美元 更值得注意的是 今调整的本业毛利率达到78.9% 也优于分析师预期的77% 透过这种一猜十的方式进行股票分割 让个股投资人更容易进场 回答还将季度配息提高150% 每股配息从原先的0.04美元增加到10美分 推动盘后股价进阳超过7% 首次占上1000美元大关 此外电信公司正在测试 回答的5G和6G Aerial Omniverse Digital Twin平台技术 只是尽管回答股价高高涨 美股却收低 道琼指数下挫超过200点 引发美国联准会重燃盛习的担忧 联准会会议记录持续放音 许多FED官员暗示 如果TOMPO没有进一步降温的话 他们愿意再次升息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